台灣泰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在秀林鄉泰魯閣文化創意園區舉辦了 泰魯閣族語附贈策略研討會 邀請專家學者及推動本土族語的教授 進行族語附贈面面觀的會議 從家庭社區部落還有學校三個場域 來提升族語使用率有效策略及方法 提供政策上的建議 為了強化泰魯閣族人的語言意識 並且能夠提升對族語傳承與學習的使命感 台灣泰魯閣族語言發展學會 並且在泰魯閣文化創意園區辦理 泰魯閣族語附贈策略研討會 以族語附贈面面觀主題進行研討 很感謝我們的張教授透過這個語言景觀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語言是可以看得到的 甚至是可以聽得到的 甚至是可以傳承下去的 實際上在學校也好 在社區也好 不管是社區營造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怎麼把原住民語言的景觀能夠融入進來 他舉了非常多的例子 給我們語會的老師 語會的整個族語附贈工作者 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啟示 接下來我們也特別邀請了 我們也是由我們德魯閣的一個大將 劉勤努部長 我們的許偉誠 許執行長 原語發會的 也特別來這邊分享他們在原語發會 在這四年來 他們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未來他們可以怎麼來去做 也請教我們所有的語言附贈的同仁 看看有什麼樣更積極的 更有這個見識性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讓大家一起來共同的分享 泰魯閣族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原住民族 我們大概有五十年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當然日本語變成我們日常的通用語 可是我們怎麼樣讓這樣的通用語 跟我們既有的語言能夠做一個更好的結合 那不至於是很多的排斥 我們希望怎麼去融合 那針對新創詞 我們怎麼樣運用我們既有的一個語言的詞彙 或者語言的架構 來形容現在的新創詞 這個也是我們很多的去做一些思考跟努力 所以這個主題也是一定會很熱鬧 會有很多的人提出自己不同的想法 那第三個是有關主語教學的面面觀的一個主題 也是我們這一次的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教學的面面觀 不管是在人才培育上 不管是教學方法 甚至我們比較著重在評量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主語有一個 所謂的標準式的一種評量的機制 那這個部分也一定有很多的想法 財政法人援助民主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許維成表示 他是相當肯定學會的附贈語言的工作 主語推動的工作確實就是需要 我們更多的不同地方不同領域的主人一起努力 然後還有地方的縣市政府還有我們的公所等等的參與 那今天也看到大家都有來給予一些支持跟鼓勵 那我想就圓語會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全力協助每一個語推組織在進行語言推動的工作 不管是研究的、推廣的、或者是認證、教學相關的 那我想我們都一定全力以赴來協助大家 台灣泰魯格諸語言發展學會理系長胡言會表示 盤點主人們在注意認證、注意學習資源、教學、外來語的使用多元觀點 其他能夠產生新的想法以及做法 統整之後提供相關部門參考 提升注意使用力、策略與方法及政策上的建議 記得喜歡學習相關部門參考 郭文化地區、經歷世界大陸搬出